王燕燃在一边补充地说道 这样的事情 肯定是有危险的 所以 为了避免危险 我们让张兴俊 还有另外一个男同学 加入了进来 并且 我们也会采取暗访的方式 伪装成为游玩的大学生 秘密拍摄西瓜基地的情况 在王燕燃叙说的时候 洛峰打开了一下危险预知卡 发现白宁兵没有危险 他则是开口说道 宁兵 阿姨知道这个事情吗 白宁兵摇头说道 并不知道 如果妈妈知道了的话 他肯定是不会同意的 其实这样的事情 一确也很危险 我也不是那么同意 洛峰开口说道 白宁兵立马撒娇地说道 我想去嘛 洛峰没有再拒绝 而是说道 你想去也可以 但是我们必须约法三账 好好好 白宁兵满口答应地说道 第一 那就是只能暗访 通过秘密摄像头拍摄 第二 你们只是去拍摄一下情况 最多就是购买几个西瓜 拿回去化验 但是不要采访当地的瓜农 第三 我会派人过去保护你们 并且之后 他们会常规划地保护你 白宁兵好奇地说道 你是说 他们以后 都会跟在我的身边 沈娜在一边开玩笑地说道 你认为 他们之前 就没跟有跟在你身边吗 白宁兵冷了一下 然后随后 焦哼地看向洛峰 哼 你这个家伙 原来一直都派人保护我 白宁兵心里很感动 有这样的男朋友 安全上来说 还真是没话说 当然 洛峰承认了起来 哎呀 不需要的 我也不是小孩子 现在都什么社会 什么年代了 也不是动乱的时候呀 白宁兵开口说道 洛峰内心无奈地摇了摇头 这个小哈哈啊 虽然说 现在的时代和社会 特别是在大夏 的确一般 不可能发生什么情况 但是白宁兵的身份 不一样好吧 她是洛峰的女朋友 洛峰在道上得罪的人 可不少 商业圈里 要赚钱 必然就有人要亏钱 他们对洛峰无从下手 那是因为洛峰身边 有强大的保护力量 然后 他们是不是就想要 伤害洛峰的家人 达到报复洛峰的效果呢 还有就是 白宁兵自己就很漂亮 难免会让某些男人 产生一些强行的想法好吧 不过也是无语了 我怎么就没有发现 这些人在保护我呢 白宁兵困惑地说道 洛峰却笑了起来 他们都是顶级的保安 如果被你发现了 那他们也下档算了 既然这样 那也挺好 我们这次过去暗访 的确危险 如果有了保护的人员 我们也就少了意外 我觉得张兴俊真的不靠谱 嘴巴上说任何危险 他都会帮助我们 但是我觉得 万一真有了什么事情 他怕是胆小的 要第一个逃跑了吧 白宁兵丢出来一把刀 直接把张兴俊 狠狠扎了一下 洛峰询问道 你要去魔都 机票什么的搞定了吗 还没有呢 我准备等会儿再买 如果这一个航班不行 那就下一个 白宁兵说道 呃 洛峰无语 不愧是小憨憨 我来处理吧 洛峰立马在蓝牙尔机里 通知了中义堂的黄黎 让对方去处理机票的事情 片刻后 黄黎就回复了消息 洛总 我已经把白宁兵女士的机票 安排好了 头等舱还有位置 是否需要把沈娜女士 和王燕燃女士的机票 都升到头等舱呢 黄黎发消息询问 其实沈娜 当然是有钱做头等舱的 但是人情事故的存在 她只能陪着王燕燃 做普通舱 因为一旦做头等舱 那么王燕燃买不起 头等舱的情况下 他们就要分开了 你说 沈娜给王燕燃付钱 两个人头等舱 一般人品好的女孩子 是不会去什么地方玩 还要让闺蜜付钱的 毕竟人品好的人知道 这样的事情 是一个人情 自己这次欠下来了 那么就要想办法悬 但是经济条件不好的情况下 你就不要轻易去欠 现实生活中 好多这样的条件不好的朋友 总是认为 曾有钱朋友的饭局 或者借钱什么的 都是理所当然的 谁叫她有钱呢 这样的人 就是人品不行 而沈娜能够委屈自己 陪着王燕燃一起做普通舱 也体现了 这个美妞的人品 是比较好的 可以一起给他们升舱 洛峰开口说道 几分钟之后 黄黎再次汇报了洛峰 表示沈娜和王燕燃的机票 也升级成为了头等舱 洛峰挂了电话 然后对王燕燃开口说道 娜娜 燕燃 我的助理 已经把你们的舱位 提升到了头等舱了 你们欠我一个人情 所以去荆州 你们应该请我吃饭 知道吧 洛峰说话 果然是非同一般 直接要把王燕燃的那些拒绝的话给堵住了 我已经弄好了 所以你要感谢 你就回去请我吃饭 没问题吧 王燕燃无奈地说道 那行吧 等到了荆州那边 我请你和你家宁兵吃饭 王燕燃的无奈 那就是这些人情里 金额有些大了 头等舱他 当然知道很昂贵 所以回去又得想办法 搞个千把块的 然后请客了 至于再多的钱 王燕燃根本拿不出来了 沈娜倒是无所谓地说道 嗯嗯 我也打算请你们吃饭 上次的那个黄鱼面还不错 我们再去试一试 王燕燃立刻复义地说道 的确不错 洛峰故作嫌弃地说道 真有你的 一个千金大小剑 不想点好的 却想的是黄鱼面 沈娜说道 虽然不是那么有档次 但是也不能不承认 黄鱼面很好吃吧 沈娜的情况和王燕燃不同 沈娜家有钱 所以对于这些人情 没有那么大的压力 他知道洛峰不在乎 请洛峰吃一块钱的东西 和一万块钱的东西 只要洛峰开心 其实贵不贵都无所谓 如果不开心 就算吃一百万的饭 对于洛峰来说 也没有什么好激动的吧 求月票 求推荐票 大家手里有月票的 都可以发我来一下 谢谢了 贵求大佬们 大家的推荐票 都是每天刷新的 不送白不送 就可以投给作者 谢谢了贵求大佬们 上午九点钟左右 洛峰驾车带着三个美妞 总算是抵达了魔都的机场 随后三个人发现了不对劲 因为洛峰也给他自己安排了机票 你也要去吗 白宁兵惊讶地看了看洛峰 呦 难道我就不能过去了吗 我还是有点担心你们的安全 所以一起过去看看 洛峰开口说道 那么魔都的事情呢 你一大堆的工作都不处理了吗 白宁兵询问 基本已经处理完毕了 等你们搞定了西瓜暗访的事情 我们就回来魔都 再让你报道 一番动力生产基地开工的典礼 洛峰开口说道 嗯嗯 好吧 白宁兵挽着洛峰的手臂 点头说道 王燕然在一边捂嘴 别喂狗粮了 求求别喂了 已经吃饱了 神大负义地说道 的确吃太饱了 你们能不能为 我们单身贵族考虑一下呢 王燕然继续吐槽 洛峰淡定地说道 不能 白宁兵也笑住道 的确不能 中午的十二点左右 洛峰和白宁兵等四个人 顺利地抵达了荆州的机场 对于有危险预知卡的洛峰来说 空难什么的 基本不会发现 当然了 除非是像上次一样 明知道这趟飞机有问题 洛峰还要去坐飞机 风哥 在机场的出口 一道声音则是传来了 洛峰看了过去 居然是李波开 菠菜 洛峰挥了挥手 李波开走了过来 在过来的途中 他自然看见了 挽着洛峰手臂的白宁兵 而且还看到了 美丽的不像话的沈娜 更有一个小美女王燕然 嫂子好 李波开主动地 给白宁兵打招呼 白宁兵认识李波开 也挥手打招呼 你好 李波开看向了沈娜 开玩笑地说道 莫非这两位美女 也是嫂子 洛峰笑着骂道 滚滚滚 你这个损友啊 一见面就想要害我是吧 洛峰吐槽了之后 就给他们互相介绍了起来 对了 你怎么在荆州这边啊 洛峰询问 说起来有毒 前教授也想冲击 诺诺贝尔生物奖 各种工作就多了起来 满大厦各大城市的跑 我也想获得这样的奖励 是个机会 只能无奈地跟着忙了 李波开说道 你们这么拼的吗 洛峰笑了起来 至于那什么奖 就是送到洛峰面前 洛峰不一定会正眼看看 毕竟有个什么呢 那东西真正的意义 一开始的确是伟大的 但是后续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相信知道的人都应该知道吧 对了 丰哥 这一次荆州豪车俱乐部 河边有活动 你要过来一起玩玩吗 李波开询问 什么时候 洛峰反问 就在下午 我带了三辆车过来 蓝博 保时捷911 还有法拉利488 风格要玩的话 可以随便挑 李波开说道 洛峰没有立刻回复李波开 而是看了看白宁兵 宝贝 你们什么时候去暗访呢 我们约定了明天上午出发 白宁兵说道 洛峰又开始询问 那么你想不想去赛车场玩玩呢 白宁兵眼神发亮地说道 我想去 当然想去 只不过 我没有驾照呀 真的可以去赛道玩吗 如果是封比的赛道 就算是没有驾驶证 也是可以合法驾驶汽车的 但是白宁兵的技术 不说了好吧 当然是可以的 李波开说道 嫂子放心好了 在封比的赛道的情况下 没有驾驶证 也是可以驾驶汽车的 白宁兵开心地说道 那我就要试一试了 洛峰 让我试一试 好吗 白宁兵询问洛峰 洛峰同情地看向了李波开 说道 没有问题 反正李波开带了三辆车过来 我们下午尽情地玩 至于为什么同情李波开 可嗨嗨 不说了好吧 三辆车都是豪车 确定要给白宁兵开 到时候这些车 是不是下场会有点不好 等等 风哥 大嫂是没有驾照是吧 李波开发现了盲点 白宁兵说道 我还没有拿到驾照呢 但是已经拿到了科目二 现在卡在科目三了 李波开松了口气 科目三考试 比科目二简单 科目二都过了的情况下 那么就是准驾驶员了 但是李波开完全不知道 白宁兵的驾驶技术 到底有多离谱 沈娜和王妍然 也同情地看了看李波开 这么好的车 几百万的车 让白宁兵开 李波开后 需要悲剧了吧 对了 波开啊 中午一起吃饭吧 洛峰邀请了起来 李波开露出了迟疑的神色 尴尬地说道 荆州这边的豪车俱乐部 约好了午饭 都是荆州的朋友圈 人数有点多 大家聚在一起吃饭 李波开一边说话 一边对洛峰递眼色 洛峰瞄懂了 这些老乌龟 怕不是简简单单地吃饭吧 洛峰身边还带着三个妹子呢 的确不适合参加这样的饭局 他说道 人太多就算了 你们自己去玩 正好我家宁兵的闺蜜 要请我吃饭呢 说到这里 洛峰看向沈娜和王妍然 你们之前说的 都还算数吧 王妍然有些不敢说话 毕竟还没有钱 需要自己去凑钱 沈娜则是知道王妍然的情况 说道 这一次就我先请吧 下一次就交给妍然 王妍然献此 则是立马说道 好呀 下一次我请 那好 峰哥 我把赛车场的定位发给你 我们下午两点钟开始 你们随时都可以过来 李波开拿出来了手机 然后发了一个位置 没有问题 到时候下午线 洛峰开口说道 等李波开离开了之后 洛峰看向了沈娜 调侃地说道 所以 我们今天中午 真的又要去吃黄鱼面 求月票 求推荐票 大家手里有月票的 都可以发我来一下 谢谢了 贵求大佬们 大家的推荐票 都是每天刷新的 不送白不送 就可以投给作者 谢谢了 贵求大佬们 是真的 面对洛峰的询问 沈娜点了点头说道 当然了 沈娜也知道 洛峰喜欢吃黄鱼面 而且 白宁兵喜欢吃鱼 所以才决定去 沈娜暗中观察的本事 可是不差的 白宁兵在一边 立马开口说道 我们吃过黄鱼面 我觉得非常好吃 这一次再尝尝 也是不错的选择 既然要吃 我带你们 去一家 我小时候吃过的黄鱼面 我觉得非常的好吃 王妍然推荐了起来 白宁兵眼神一亮 你小时候吃过的 那不是 至少有十几年的历史了吗 王妍然点头道 是啊 等会儿 你可以自己问问店家 中午十二点过左右 三辆奔驰车 抵达了一个老式的弄堂 洛峰等四个人下车 八个中一堂的安保人员 也跟随着 三个司机 则是开始给汽车寻找停车位 王妍然在前面带路 很快抬手指了指 一个木头匾鹅 开口说道 就是这家了 洛峰看了看那个匾鹅 是尘是黄鱼面 匾鹅的木材很普通 但是看起来 已经有些年头了 王妍然走在前面 打招呼道 陈爷爷 您身体依旧那么健朗啊 祝您长命百岁 还有黄鱼面吗 一个头发花白 穿着白结的厨师衣服的老头 正在煮面 他是这家店面的主要烹饪厨师 陈老爷子看了看王妍然 这才回复地说道 是王家小丫头啊 你好久没来 我们家吃面了 王妍然回复说道 爷爷 你忘记了 我们家搬走好几年的时间了 要是住在这附近 不敢说天天来吃 但一个星期 一个月什么的 也要吃上机会的好吧 是了 是了 年纪大了 这事情都忘记了 男的丫头你搬家了 还记得带朋友 来吃我家的面 陈老爷子笑道 你们要几碗黄鱼面呢 王妍然看了看洛峰 洛峰则是说道 老爷爷您好 你们家除开了黄鱼面 还有其他的吗 因为洛峰没有看到菜单 无论是墙上 还是桌子上 都没有菜单 陈老爷子听到之后 用普通话回复道 只有黄鱼面 一份是58块钱 加一份黄鱼 则是10块钱 加一份面 是不要钱的 洛峰说道 先来12碗吧 全部都加一份黄鱼面 好的 机尾先坐 老爷子笑着点头 店面里 听到洛峰要12碗 一个中年人和少年 就开始忙活了起来 王妍然介绍道 那是老爷子的儿子和孙子 儿子其实已经 有了老爷子90%的水平 将来 如果老爷子真有一个意外 那么这份手艺 也算是 有了一个传承 可别小看这样的祖传小店 能在这样的地方 开个十几年 二十年 甚至于几十年 而且还屹立不倒 其实人家赚的钱 几乎已经千万了 再加上是本地人 家里的房子什么的 可以升值 而且 早年间还 购买了房产什么的 单单是这些东西 就价值几百万了好吧 若是自己有地基 修出来一栋自建房 没有被拆迁的 可以收房租 拆迁了的 有拆迁款 妥妥的 就是两千万网上 你以为这些本地 做生意 做几十年的 能是一般的小角色 当然了 这样的身价 其实比起来真的有钱人 也不算什么 但你 也不要觉得 人家就是一个臭摆摊的 是穷人 那就是 你的眼界和认知有问题了 比那些一般的上班族 不知道存的存款 多了多少 老人家 你们家这个面馆 开了多少年了呀 洛峰好奇询问了起来 老爷子一边弄佐料 一边说到 从1903年开始 一直流传到现在 你算算 是多少年了 卧槽 洛峰有点惊呆了 这是一家 有百年历史的面馆啊 难道说 刚才在弄堂外面 看到的百万奔驰 有可能就是这家的 洛峰 还是低不了人家的实力 说不一定 这家人 已经是上亿的资产了 毕竟一代代相传的财富 到今天 不可小看 但是 他们依旧在做生意 说明也不是逆天的有钱 虽然老年人 可能会有钱了 还要来忙 但是年轻人却不会如此 这家面馆生意不错 每年应该至少能赚七八十万 甚至百万 所以 作为家里的收入 再加上房租呀 买的店铺等收入 一年二百百万左右 还有银行利息 小日子的确很不错 王燕燃在一边看到了 洛峰的惊讶 笑道 我第一次知道的时候 也是非常惊讶的 白宁兵在一边感叹说道 居然是百年的老店了 不知道好不好吃 如果不好吃 可辜负了这百年历史了 呃 呃 不管是洛峰 还是沈娜 或者是其他人 全都无奈地看着白宁兵 王燕燃也很无奈 正在打佐料的陈老爷子 也停顿了一下 他没有反驳的意思 看来是准备 以自己家的味道 来证明一下 百年老店的生育了 白宁兵则 是像是没事的人一样 他看了看打佐料的老爷子 随口询问说道 你们怎么不提前 打好这些佐料呢 绝大多数的面馆 或者其他的快餐 其实都是提前 弄好这些佐料的 这样能更快地出餐 老爷子则是笑着说道 提前打好的话 味道就不一样了 陈老爷子继续说道 我们一次最多只煮三碗面 如果一次煮太多 水温就会受到影响 煮的时间也会更长 从而影响到面条的口感 洛峰惊讶 居然还有这样的细节 看来凭借这些细节 这家的黄鱼面 应该是不会太差的 求月票 求推荐 大家手里有月票的 都可以发我来一下 谢谢了 贵求大佬们 大家的推荐票 都是每天刷新的 不送白不送 就可以投给作者 谢谢了 贵求大佬们 大家手里有月票的 都可以发我来一下 谢谢了 贵求大佬们 大家的推荐票 都是每天刷新的 不送白不送 就可以投给作者 谢谢了 贵求大佬们 不过老爷爷 看起来你家生意 不是那么好啊 白宁兵直接询问了出来 但是洛峰 立马就有点想 服恶无语了 这长腿笑花 还真是铁憨憨 虽然人家店里面 生意看起来不好 但大概是因为 这个位置 比较偏僻的缘故 但是 你就没有看看 人家在厨房 准备了多少食材吗 那些食材都堆成衫了 就这样的情况下 你觉得这家面馆的 生意会不好 洛峰就能看出来 那些准备的食材 全都是今天能够卖出去的 不管是装小葱的篮子 还是装辣椒的 装黄鱼的容器 全都是多的不能再多 若不是今天卖出去的 难道是摆着让大家看的 说明你生意好 我们这地方太偏了 大多数客人 都是不来店里吃的 要么喊跑腿的 要么就是喊外卖 甚至于有些客人 在别人家下馆子 还会特意地来弄一份 我家的黄鱼面 陈老爷子说道 这样不用昂贵店铺租金的面馆 生意还如此好 那么成本就进一步地压低 利润什么更上一层楼 昂贵的租金代表的是人流量 但是需要很多钱 而如果不需要很贵的租金 甚至于自己家的地方 而且生意还好 那么不赚钱也就说不过去了 毕竟租金可是这些 饮食行业成本里 最为高昂的一项了 原来是这样啊 怪不得我刚才 看仙动堂门口 有黄袍家身的好多人 白宁兵这才明白过来 片刻后 第一批的三碗面 烹饪了出来 洛峰发挥了绅士风度 先让白宁兵等三个美妞先吃 白宁兵自然而然地 加起来一块黄鱼肉 投喂给了洛峰 他喜欢投喂洛峰吃东西 并且是自然的想法 没有什么秀奔爱的态度 洛峰也没有拒绝 他品尝了起来 发现居然没有鱼刺 并且味道很鲜美 更是没有鱼腥味 看来处理得很好 只能说 不愧是百年都屹立不倒的店面 还是有点东西的 定 在洛峰咽下去鱼肉的时候 系统来了提升的声音 恭喜宿主 品尝到了历史悠久 并且用心烹饪的黄鱼面 获得一份随机的抽奖礼包 对于洛峰来说 味道好不好 基本不用自己判断 如果都激活了系统道具卡了 那就是真的惊艳到了洛峰 味道如何啊 王燕燃看向洛峰 期待地询问了起来 白宁兵首先评价说道 挺好吃的 我感觉比之前娜娜 带我们去那家 还好吃 虽然那家已经不错了 但是比这边的 还是差点意思 怪不得人家生意那么好 洛峰再次想服额 刚才你还说 人家没啥生意呢 沈娜肯定地说道 这家黄鱼面的确不错 比上次我带你们去那家 有过之而无不及 王燕燃看向洛峰 他期待的是洛峰的评价 洛峰淡定地说道 我只是吃了一块黄鱼肉 你还想要我怎么评价 虽然洛峰很想说 鱼肉不错 但是 何不如全部品尝了之后 再做评价呢 万一待会儿 只是鱼肉好吃 面条不给力 岂不是打脸 几分钟后 又是三碗黄鱼面送上来了 洛峰这一次也有份 就好好地品尝了起来 从黄鱼肉到鱼汤 再到这个面条的劲道 全都是美味的 不愧是来了系统奖励的存在 的确有点东西 但是在洛峰品尝黄鱼面的时候 洛峰也打开了这一次的随机礼包 叮 恭喜宿主 获得了一份沉船宝藏 宝藏位置 位于大厦东部的海域之外 一百海里的公海位置 水下121米 存在一艘沉船宝藏 宝藏包含以下宝物 12升啸蛇兽头 黄金21吨 大清朝乾隆时代 雍正时代 精美瓷器总计超过10万件 不超过11万件 一枚53克拉粉钻 银元30万枚 当洛峰茶看起来这样的奖励后 也是大惊失色 吃一碗黄鱼面 居然吃出来料 如此的宝藏 这一艘沉船的宝藏 价值很高很高 首先不说其他的 就那21吨黄金 就价值惊人了好吧 众所周知 现在的黄金 可谓是比大摇还涨的高 按照目前的情况 总价值差不多百亿了 哪怕是成色不足 那么也有七八十亿吧 至于那粉钻 同样价值非常高 简单来说 随便超过上亿元的 至于那清朝的瓷器 十万件的情况下 那不是直接起飞了 关键在于 还有一个重要的东西 那就是 大夏的国宝 蛇兽头 可是一直处于失踪的状态 如果洛峰可以把这东西弄回来 送给官方 那也是一桩美坛好吧 最后还有几十万个银元的天头 也是锦上添花的存在 这一次的美食奖励 可谓是洛峰过去获得的美食奖励当中 价值最大的一笔了 哪怕是洛峰有那么多的财富和资产 面对这样的宝藏的时候 也是非常动心的 不错啊 不错 这一家的黄鱼面 真的太不错了 洛峰感叹地说了出来 他说的不错 不仅仅是味道不错 而且还有其他的意思 但是三个美妞肯定不能知道 王妍然露出了笑意 洛总喜欢就好 洛峰听到这句话 下意识地看了看王妍然 这个台词 好像在什么地方听过 洛峰想起来了 是那些拜金女 洛峰每次玩试就会说一下 你很不错 皮肤紧致 什么什么技术可以啊 那些拜金女神 就会来一句 洛总喜欢就好 我当然喜欢 洛峰再次开心地笑了起来 沈娜也暗中困惑 就算再好吃 洛峰也不至于如此开心吧 估计是因为其他的事情 沈娜其实还是很聪明的 但是他再聪明 也猜不到 吃一份这样的黄鱼面 居然让洛峰吃出来了天大的价值 在回应之后 洛峰开始思考 如何把这一艘沉船的宝藏 全部都弄回来 毕竟系统提示的信息 很明确 宝藏处于公海 按照国际惯例来说 谁打捞起来 就是谁的 虽然很多的趋不守规矩 就算在公海发现了东西 也要抗议 也要力争 但是这样的抗议 完全没有意义 差不多半个小时的时间 一顿黄鱼面子是吃完了 洛峰也看见旁边 有一桌的客人 三个男同胞那眼神 基本都在往这边瞄 毕竟白宁兵和沈娜 还有王燕燃这样的大美女 男人不看就奇怪了 洛峰发现 他们的眼神里 更多的是看沈娜 不得不说 按照一般表思的爱好 其实沈娜迪 却是更受人欢迎一点 不过白宁兵清纯纯欲 穿白丝的时候 更有自己的风采 还有就是学生服 也非常有那样的纯欲感觉 此刻洛峰的内心里 已经基本有了 打捞沉船宝藏的基本计划 至于后续的计划 还需要去了京城 进一步的完善 洛峰开口说道 燕燃 娜娜 你们下午是回家呢 还是跟着我们 去赛道那边玩玩 神大看了一眼白宁兵 他可是知道 白宁兵学车的情况的 那可是让很多个教练 都头皮发麻的存在 这样的白宁兵 确定要上赛道吗 如果真的去了 那必然有好戏诞生 洛峰也看见了 沈娜质疑白宁兵的眼神 我们一起去赛道 方便吗 沈娜询问了起来 没有问题的 洛峰点头 那我们就一起过去看看吧 沈娜开口说道 王燕燃负义地说道 好的 那我们就过去陪洛总 看看刺激的赛车现场 洛总 你也要参赛 对吧 我当然会参加 既然都过去了 必须的 洛峰开口说道 洛峰现在的驾车技术 已经是职业精英级别了好吧 之前在金港那边 就刷新了记录 在业余玩家当中 洛峰完全就是碾压的存在 期待洛总的表现 王燕燃笑了起来 但是洛峰知道 王燕燃的真实意思 那就是 这家伙 在期待白宁兵上场吧 说真的 洛峰也有点期待 到底这个让教练 头皮发麻的白宁兵 到底如何的水平 虽然一直都在 听白宁兵的神话 但是洛峰真真切切的没有 亲自看过他开车 到底是如何的坑 今天 也可以大开眼界一下了 几分钟后 几个人收拾了一下个人卫生 擦拭嘴巴 还有去洗手间洗手 沈娜则 是把这顿饭给结账了 洛峰呵呵笑着说道 谢谢沈娜同学的请客 王燕燃则是插话道 说好了 下次我请客 但是 你们不要去消费太高的地方 一千块钱左右的就好 洛峰笑着说道 放心 我吃饭不挑剔 你不挑剔 我信了 王燕燃吐槽地说道 差不多半个小时过去之后 洛峰等人 抵达了荆州的国际赛车场 并且根据李波开发过来的信息 前往了对应的贵宾停车区 在这里 洛峰一行人刚刚停车 对面就开过来了一架红色的法拉利 那个年轻人 立马给沈娜打招呼 娜娜 沈娜发现了对方 眉头紧锁起来 不客气地说道 万龙 我们不是那么熟悉 请你叫我全名就好 万龙笑呵呵地应对 没有生气 反而开始打量起来洛峰 还有洛峰身边的 奔驰S450汽车 对于普通人来说 奔驰S级 已经是牛逼中的战斗机了 毕竟年少有未开奔驰 爱情不会来太迟 众所周知 梅德赛斯奔驰和自卑 不会同时存在 这不是假话 有了一辆四五十万的奔驰 在相对于你 当初的圈子里 走到哪里 都是不会自卑的 何况是S级奔驰呢 但是在富豪的圈子里 奔驰S级 就不是那么拿得出手了 万龙仔细看了看洛峰 总觉得眼熟 但是想不起来了 不过洛峰开的是奔驰S级 他也没有再在意 甚至于脑补 洛峰是把家里长辈的车开出来了 毕竟年轻富二代的话 不可能买奔驰S级 娜娜 我们好歹是同学 要不要这么身份呢 万龙依旧是那么亲切的自来熟 像是牛皮糖 沈纳轻哼了一声 没有再理会对方的意思 万龙开口说道 你今天也是来见识一下 高端的赛车局的吗 虽然沈纳没有理会对方 但是万龙还是继续说道 我认识这一场高端局的组织者 还认识来自于一个京城的顶级少爷 等会儿 我给你介绍一下 娜娜 我给你说 这个大少爷 如今在京城圈子里的身份呢 可是高贵住呢 不知道多少人想要巴结 你认识一下也是好的 万龙继续说道 万龙是荆州圈子里的成员 并且主要是混迹于赛车圈 家里从事水运的业务 她的父母和沈纳的父母认识 而且还是同学 所以就认识了沈纳 万龙非常喜欢沈纳 她觉得沈纳 就是全世界最完美的女孩子 不管是身材还是颜值 或者说是家庭情况 更甚至于这样的性格 每一样都是她痴迷的 哈哈 王妍然内心笑了起来 一脸看戏的样子 还看向了洛峰 期待洛峰如何处理 白宁兵在一边 则是有点搞心态 她压低声音地说道 这个家伙有点搞笑啊 万龙自然听不见白宁兵说话 但是白宁兵的样子 好像在说她坏话 脸上有点挂不住 她仔细地瞥了一眼白宁兵 没想到被白宁兵的颜值惊艳到了 刚刚的万龙 一直都在注意沈娜 没有怎么查绝白宁兵 只觉得沈娜身边两个女孩 身材都还不错 但是仔细一看 哪里是仅仅身材不错 不管是颜值 还是皮肤 甚至于气质 都是无可挑剔的 其实 身材和颜值这东西 怎么说呢 好看的真不少 但是特殊的那种气质 那重让人着迷的东西 很少人有 比如为什么有的女明星 单独说五官 并不是那么好看和惊艳 但是他这个人 偏偏就让你喜欢 看着很有感觉 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这可能就是特殊的气质吧 求月票 求推荐 大家手里有月票的 都可以发我来一下 谢谢了 为求大佬们 大家的推荐票 都是每天刷新的 不送白不送 就可以投给作者 谢谢了 为求大佬们 万龙也看到了 白宁兵挽着落风的胳膊 小小的酸了一下 但是内心却不以为人 一个开奔驰S 挤出来待妹的男人 能有什么本事呢 想当初 有一个网友 晒自己汽车的时候 顺便把笑花级别的老婆 晒了进去 关键是 还没有给汽车的车牌 打马赛克 结果一个宝马七系车主 就通过车牌 找到了女方的联系方式 然后就成功挖走了 这个笑花级别女孩 所以 这就是身份的差距 挖墙脚 不是简单的事情 当然了 想当年的宝马七系 绝对是豪车级别的 比现在地位高太多了 你好 美女 我是万龙 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也是和你朋友来赛车的吗 万龙厚着脸皮地询问了起来 根本不在意神大在场 更没有在意若峰 万龙这样做的目的很简单 他深深地知道 女人吗 有时候 就是要给他们一点危机感才好 掌握女人的秘诀就在于 一直对他很是追求 但是突然冷淡了下来 会让对方有点抓狂 就算是对方对你没有好感 但是这样一直对你很舔的男生 突然不舔了 他们就像是失去了 什么自己的东西似的 所以 他的想法是 尝试搭讪白宁兵 也可以给沈娜一点危机感 反正任何一边成功了 也不亏 就算全部不成功 也不过是原地踏步 毕竟他现在追求沈娜 也很困难对吧 听到万龙的搭讪 洛峰挑了挑眉 这家伙有点意思啊 白宁兵开始搞人心态了 他在问我吗 是的 沈娜配合的点头 白宁兵说道 我姓白 名叫大卦 白大卦 万龙有点困惑 这个名字也太奇葩了一点吧 是的 我叫大卦 白宁兵微笑说道 王妍然忍不住笑出了声 因为他知道 白宁兵在搞对方 沈娜也笑了起来 洛峰泽 是也无奈摇头 这个小憨憨 还真会学了 怎么搞人心态 万龙脸色黑了起来 终于知道是被戏耍了 你 万龙冷横 哪里来的 还没有等万龙说完 两个年轻人就走了过来 他来不及说话 则是立马上前打招呼 王哥 杨哥 你们来了呀 被打招呼的人 有些忍不住来万龙 你是 那个 然后一副回忆的样子 万龙立马说道 我是万事如意水运集团的万龙啊 我老爸是万康 之前在一个聚会上 见过两位 后面在赛道 也一起飙车过 万龙家资产 在荆州 还算有点名气 几十个亿的存在 两位是来万赛车的吗 万龙继续询问 王少爷则是说道 不不不 玩赛车什么时候都可以玩 今天来这里 是来等人的 杨少爷也点了点头 万龙立马明白了过来 眼神一亮地说道 是那位京城来的大少爷是吧 两个人点了点头 万龙有些激动起来 今天如果能跟在 王少爷和杨少爷的身边 显然 待会儿是可以一起 迎接那个京城来的大人物的 如果能结交到 天子脚下的人物 那么给自己家带来的好处 还用说吗 王嫣然看着万龙和两个少爷 走向了停车场 然后开口说道 落风 刚刚那个家伙 口中说的什么京城的大少爷 难道是你 落风摇头地说道 不不不 你是不是忘记了 我不是京城的人 怎么可能是京城的大少爷呢 虽然落风在京城 现在实力的确是TO级别的 而且还有很大的影响力 更有很多人脉 但是 他的确不是京城的 沈娜白了一眼落风 虽然落风是魔都人 但是很多人印象里 都觉得落风是京城的大少爷吧 实际上也是如此 毕竟落风在京城那边太红了 只是这一次 他们等待的京城大少爷 还真不是落风 贵宾区门口 王少爷和杨少爷 还有巴结过去的万龙 刚刚走过去 一行车队就抵达了这里 并且停下来了 李博开从一辆车上下来 看见两个少爷 就打招呼道 老王 老杨啊 你们这也太客气了 王少爷开口说道 哎呦 都说了 不要叫我老王 不然王校长来了 他会尴尬的 李博开笑了起来 哈哈 好的 好的 那我以后叫你小王吧 王少爷拔眼了过去 这个 我更不喜欢 不愧是你 兄弟这次来魔都 肯定要隆重欢迎的 快进来吧 而且 你带着京城的兄弟 来赛车场帮我压长子 我必须要欢迎啊 杨少爷开口说道 隆重欢迎是吧 那我怎么没有看见红毯 也没有看现气泡美女 家道欢迎呢 李博开的车车 一下子来了 家道欢迎可还行 王少爷黑黑笑道 等一会儿圈赛胜利了 不仅仅有红毯 还有拉拉队庆祝 晚上再安排美女家道 欢迎好吧 李博开黑黑笑了起来 杨少爷复义 李哥 你今天状态如何 到底能不能赢 赛车上能赢 晚上也要赢 才是大赢家 李博开笑了笑 东青子存货 虽然没有了 但是还有逃脚好吧 李博开现在很自信 就怕美女扛不住 这位小兄弟是 李博开看向了万龙 万龙立马就介绍了起来 介绍过后 还朝着李博开伸手 所谓伸手不打笑脸人 李博开还是和对方握了握 杨少爷在一边招呼道 李哥 我们先进去 跑鸡圈 热热身 等会儿眷速赛一起加油 李博开自然点了点头 但是在他们交流的时候 骆峰等人也看到了这边的情况 王燕燃一脸古怪的表情 他立马压着笑意 开口说道 所以 骆峰 他们说的那个大人物 就是骆总的朋友是吧 而且 那个万龙什么的 还有给娜娜介绍这个 来自于京城的大少爷 之前在机场的时候 王燕燃能感觉到 这个李博开对于骆峰 是非常尊敬的存在 这样的情况 表达的信息 那就是骆峰比那个李博开要牛逼 所以 在万龙眼里的大佬 其实地位并没有骆峰高 就这样 也敢荡着骆峰的面 搭讪神呐 甚至于搭讪白宁兵 荆州的赛车场 贵宾停车区的入口 秦少爷和杨少爷 顺利地接待了李博开 万龙也屁颠颠地跟在后面 想要在李博开这里混脸熟 当李博开 走到贵宾停车区的时候 自然是看见了骆峰几个人的 他立马就挥手打招呼了起来 风哥 你来了 李博开开口说道 杨少爷和秦少爷 都看向了骆峰这边 万龙则是冷了一愣 随后额头开始冒汗 他眼里认为是大人物的李博开 居然称呼刚刚 他认为 完全就是一个小卡米角色的人为哥 这是什么情况 骆峰也朝着李博开挥了挥手 李博开快速走了过来 一边给身边的人说道 老秦 老杨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风哥 这可是一个真正的大佬 我们京城圈子里 现在处于圈子核心的大佬 真正的大佬 圈子核心 杨少爷和秦少爷都眼神发亮 毕竟李博开说的事情 肯定不会是骗人的 有本事有地位的人说话 还是比较靠谱的 万龙觉得自己很难受 他脚步缓慢 稍微落后了半步 思考着 要不要现在就开溜了 毕竟刚才自己做的事情 实在是有点太荒唐了 秦少爷走了过来 隔禁了 也认出了骆峰的相貌 开口说道 他是俱乐部那位 杨少爷也复义道 应该是 这才是真正的大佬啊 万龙听到这里 也是异常无语 在万龙眼里 不管是秦少爷 还是杨少爷 都是荆州的大少爷 李博开 更是来自于魔都的大人物 结果这些大少爷 纷纷都说洛峰 才是真正的大佬 所以 今天还是三十六计 走位上界 万龙想要跑路了 但是他仔细想想 跑得了和尚 还跑得了妙吗 他今天能够跑路逃避 但是他总不可能带着自己家业 离开荆州 离开大厦吧 大丈夫 能屈能伸 他觉得 自己应该给洛峰道个歉 李博开一行人 来到洛峰面前 主动打招呼地说道 不好意思 风哥 我这边路上堵车了 所以要晚来了一会儿 洛峰摆摆手 自己家兄弟 这么客气干嘛呢 也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 大家玩完车而已 迟到了也就迟到了 李博开 黑黑笑了两声 随后给洛峰介绍起来 秦少爷和杨少爷 还有现在跟过来的 荆州豪车俱乐部的诸多成员 全都是荆州一些有名的少爷 而且 他们大多数人 都是认识沈娜的 好几个在打招呼 不过因为沈娜在洛峰的身边 他们也仅仅是打招呼 并没有像是以前那样 除开打招呼 还能有其他的闲谈 毕竟沈娜在荆州 很多大少爷 都是想要扛扛那极品大长腿的好吧 不过介绍完毕后 当最后介绍躲在后面的万龙的时候 白宁兵这个小憨憨 再次开始搞事情起来了 我认识这个人 李博开好奇了起来 大嫂认识这位 这位还是大嫂的朋友 白宁兵摇头说道 不是的 是这个人脑子有点问题 大家都诧异地看向了万龙 万龙此刻 可谓是额头冒汗 他连忙九十度的鞠躬 说道 对不起 风哥 大嫂 请原谅我刚才的轻浮 随着万龙的道歉 大家这才知道 看起来 是刚才万龙在不知道 骆锋身份的情况下 得罪了骆锋是吧 其实好多俱乐部的大少爷 都注意到了骆锋 不仅仅是因为沈纳在 还有就是白宁兵 挽着骆锋的胳膊 男人身边一旦有美女 很难不被人多看良眼好吧 李博开则是询问了起来 风哥 这个荆州的小家伙 刚才到底做了什么事情 李博开大友遗父 如果事情严重的话 他亲手帮骆锋处理这个人 骆锋笑着道 其实也就是一些小事而已 白宁兵在一边 简单地叙说了一下 刚才的事情 这一点上 白宁兵倒不是憨憨了 毕竟男人对于这些事情 不好说 只能说是小事情 不然别人就会认 为他小赌鸡肠 而女人不同 而且被搭讪的是他 他吐槽一下 没有问题吧 白宁兵说完刚才的事情后 开口说道 白大挂这个名字 是骆锋给我弄的网购的名字呢 所以你就学会了 骆锋揉了揉身边 白宁兵的柔顺秀法 白宁兵娇称了一声 这么多人呢 等待骆锋和白宁兵的互动结束 秦少爷这才开口说道 风哥 您也是第一次 献我们荆州 豪车俱乐部的人员 我们荆州的人 就让你遇见了这么不好的事情 您说 这个事情 应该怎么处理 你只要说出来 我们照办都好了 秦少爷可不担心得罪万龙 毕竟就一个小富二代罢了 只要骆锋开口 秦少爷什么事情都能做得出来 骆锋摆了摆手 笑着道 万先生已经道歉了 我又是出了名的宽宏大量 所以 我的想法是 画干各位玉帛 大家和气盛才嘛 你也说了 我第一次见荆州的各位公子哥 如果一来 就收拾了谁 那我不成了土霸王了 骆锋才不会因为 这么一个小人物 而掉价 而且也在大家心里 留下了小肚鸡肠的印象 这样的人 就像是癞蛤蟆 走到你的面前 叫了两声 难道你还会因为这样 去捉这个蛤蟆 那不是脏手 万龙听到这里 立马感激地说道 谢谢风哥 风哥您不要叫我万先生 压力太大了 您叫我小万就好了 然而面对万龙的道歉 骆锋突然微微一皱眉 因为危险预知卡来了提示 提示 白宁兵有危险 这是什么情况 骆锋立马查看了一下 危险预知卡的危险来源 这个危险来源 全来自于万龙 求月票 求推荐 大家手里有月票的 都可以发我来一下 谢谢了 跪求大佬们 大家的推荐票 都是每天刷新的 不送白不送 就可以投给作者 谢谢了 跪求大佬们 大家的推荐票 都是每天刷新的 不送白不送 骆锋笑了起来 这个家伙啊 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 自己把他当做了癞蛤蟆 当做了蚂蚁 没空和他瞎嗶嗶 但是对方居然要主动咬人 你说 蚂蚁从自己身边经过 谁还会专门去踩死他 闲得慌 但是 蚂蚁如果还跑过来咬人 那就必须收拾一下了 只是有点意思啊 洛峰内心也暗暗冷笑 在洛峰大度地把这个事情 化干各位玉博了之后 大家也没又再提这个不开心的事情 纷纷进入了荆州赛车场的内部 在内部的停车区 已经停满了各种各样的超级跑车 李博开走到了洛峰的身边 两个人一边浏览超级跑车 一边交流 风哥 刚刚的事情 真的就放过了那个家伙了吗 需要我给你处理一下吗 李博开小声地询问了起来 我和老秦和老杨 还是关系非常好的 如果通过他们两家 给万龙家的万事如意水运 集团制造麻烦 会让他们家很头疼的 刚才的时间里 李博开已经随口给秦少爷和杨少爷 询问了一下 这个万龙家的情况 洛峰笑着骂了起来 我就是 那种小赌鸡肠的人 说实话 每次带白宁兵这个 小汉汉出去 不说每次都能遇见搭讪的 但是遇见的次数不熟 如果个个都要处理 那不是烦死了 风哥自然不是小赌鸡肠的人 李博开说道 但是我让老秦打听一下 那个万龙的事情 这个小子 可不是个东西 各种坏事情做了一大堆 我担心他会 因为今天丢了面子 给搞事情 哦 这个家伙 都做了一些什么事情 洛峰倒是不知道 李博开开口说道 仅仅是下药的事情 就做过了不下于十次 而女方 因为对方的身份 也不敢张扬 后续在威逼利诱之下 也继续给他提供服务 不过他也遇见过硬查 直接告的 但是每次都是庭外和解 甚至于跳楼的事情 都有 只是最终 还是压了下来 呵呵 这人还这样啊 洛峰有些惊讶 是的 芬哥 这个世界的富二代 可不是人人都是我们这样的 做的事情 都是你请我愿的好吧 有些富二代 偏偏就喜欢玩这样的刺激 李博开无奈地说道 我查看了一下 他们家的公司的情况 这家公司是上市公司 最初是万事家族掌管的 但是目前他们家族 几乎丢失了公司的掌控权 按道理来说 万龙家的家族 应该没有太大的实力 直撑他如此的肆无忌惮吧 万龙家族 只是在商业领域 有点人脉资源 并且自身还有麻烦 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是怎么做到别人告他 都是没有用的 什么事情都能压下来 洛峰很清楚 这个世界的游戏规则 商业资源和金钱 是有强大的力量的 但是前提是 你必须建立庞大的商业资源 还有海量的现金流 洛峰开始吩咐 中一堂的人 调查万龙家公司的情况 资料显示 万龙家的公司 万家的家族 和集团其他的股东 爆发了管理权的斗争 万事家族 根本无法百分之百掌握 万事如意海运集团 在这样的情况下 还能压下去一些事情 只能说 恐怕是暂时地压下去 不是因为实力强悍 毕竟 若是实力强悍的话 那么争夺他们公司 控制权的股东们 难道不会害怕吗 李博开说道 万龙家的情况 我其实也不是太清楚 只是听老秦说过一些 没有调查足够的信息 要不 我先安排人搞一下他 把过去的那些破事情 都翻出来 李博开再次询问 他和洛峰的想法 可谓是一致的 当初压下去的那些事情 全部都是隐藏的 不稳定因素 现在就是要把这些雷 给挖出来 让万家 尝尝手流弹的滋味 洛峰点了点头 行 就这么办吧 如果可以通过 常规的手段 或者说是正规手段 正大光明地解决万龙 那么洛峰 自然会选择正规的手段 而不是那些 破坏游戏规则 或者说有点出圈的手段 从目前看来 这个万龙 就是各有缝隙的蛋 想要搞它 实在是太容易了 赛车场的外面 万龙开始驾驶 法拉利跑车离开 虽然刚刚已经道歉了 而且 洛峰还大度地原谅了 但是万龙的内心 也深深地充满了怨气 毕竟这个洛峰 真不是个东西 为什么一开始 不自报家门 这样 自己也不会 如此出丑了好吧 而且还是在沈娜那边 自己像是一条狗一样 给洛峰道歉 这让他接受不了 人这东西 就很奇怪 按照正常逻辑来说 洛峰大度没有追究 把他当成了小卡拉米 不去计较 一般 人面对如此情况 都要感恩戴德好吧 但是来到了心灵扭曲的人这里 一切都变了 他反倒是埋怨了起来 是洛峰不早早地自报身份 但是他真的想不明白吗 不是洛峰主动找事情 而是他主动 想去搭扇洛峰身边的妹子好吧 万龙离开了赛车场后 脑海中 再次浮现出来了白宁兵 那清纯纯欲的模样 他觉得 这样的女生 如果换上白丝 或者学生服肯定很有意思 蹲下的时候 一边工作 那清纯模样 绝对是一番看点 现在他心里想的就是 洛峰是大人物如何 他万龙 也不是好惹的好吧 想清楚了之后 万龙准备调查一下 白宁兵家的情况 不过万龙并不没有发现 他离开的时候 洛峰已经是派遣了小尾巴 跟上上去他了 求月票 求推荐 大家手里有月票的 都可以发我来一下 谢谢了 贵求大佬们 大家的推荐票 都是每天刷新的 不送白不送 就可以投给作者 谢谢了 贵求大佬们 求月票 求推荐 大家手里有月票的 都可以发我来一下 谢谢了 贵求大佬们 大家的推荐票 都是每天刷新的 不送白不送 就可以投给作者 谢谢了 贵求大佬们 现在的中意堂内部 已经按照洛峰的吩咐 把万龙的一切情报 收集了起来 如果有必要的时候 中意堂也可以对这样的人 采取非常规的手段 毕竟这样的人 就不配对他心慈手软 荆州国际赛车场 秦少爷和杨少爷组织的 赛车项目正在进行驻 洛峰在台下查看成绩 他的表情很清楚 因为这些目前的参赛者 全都是菜鸡互拙 洛峰虽然可以积压群鸡 但是作为客人 洛峰还是给他们保留了面子 拿了个第二 有趣过分的高调 所谓江湖不是打打杀杀 江湖是人情世故 就是这个道理 晚上的时候 庆功宴开始了 洛峰牵着白宁兵一起出席 沈娜和王燕燃 也是参与者 白宁兵这个小憨憨 彻底化身为美食达人 他拉着王燕燃和沈娜 不停地在品尝各种美食 洛峰和李波开 在角落里小声地谈论了起来 波开啊 你对李海家的情况了解吗 洛峰询问了起来 秦一家 李波开沉吟了一下 他和大力哥的关系不错 而且在水师占步 实力不错 这个人是京城圈子里的 洛峰这么问 自然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我想要出海去钓鱼 洛峰说道 李波开冷了一下 去钓鱼是什么情况 洛峰去钓鱼 这没有什么好奇葩的 但是 去钓鱼 你问海战部的事情干嘛呢 钓鱼还要海战部跟着 不是 风哥 你就是简单的钓鱼而已 你打听海战部干嘛呢 就算是你要钓鲨鱼 也用不住吧 李波开吐槽了起来 洛峰笑着说道 我打算去公海去钓鱼 公海去钓鱼 李波开困惑了起来 哪怕李波开没有对钓鱼多热爱 但是李波开也知道 在公海上钓鱼 可不是什么好玩的事情 是的 我准备去公海上钓鱼腕 如果让李海家安排一下的话 他们家能够搞定吗 洛峰询问了起来 李波开说道 他们家肯定是可以的 无非就是安排公海巡航而已 这事情很简单 不过 我还是不见 易让李海家来处理这个事情 李波开说道 哦 洛峰挑眉 李波开说道 如果让他家来处理 肯定要付出贡献值 但是交给蓝色未来技术集团来处理 这件事情就简单了 蓝色未来最大的或者伙伴 就是占步好吧 大量的石墨烯电池 超低价给占步 从而给占步带来了巨大的好处 在这样的情况下 如果通过蓝色未来 直接给海占步打招呼 的确很简单 甚至于只需要一句话而已 李波开的考虑 让洛峰不得不承认 是最合理的做法 让私人去做 不说欠人情 还会给对方一些俱乐部贡献点 如果直接以蓝色未来技术集团的名义 去打招呼 那么问题不大了 不过洛峰否定了李波开的提议 开口说道 暂时有先考虑李海家来处理问题 李波开眉 有询问这是为什么 而是感叹地说道 羡慕李海啊 又有一笔贡献度 可以收下了 洛峰笑着说道 去去去 说的你家伙 好像贡献度很少一样 你们三个 是除开了我和苏雅 最多贡献度在手的三家了吧 我其实挺少的 李波开见细细地笑道 晚上差不多十点钟的时候 洛峰带着白宁兵 还有沈娜 还有王燕燃 开始离开 李波开则是留下了 因为荆州的小伙伴们 到底是要给李波开 安排家道欢迎的 毕竟旗袍美女不是 娜娜 炎热 我就不轻 自送你们回家前优了 我们家宁兵的安保人员 会开车送你们回家去的 洛峰笑着说道 王燕燃坏笑了起来 是是是 我就不打扰你们了 不过好奇 你们这次要去什么酒店呢 洛峰没有掩饰的点头 都说星级吃不了热豆腐 但是说这句话的人 肯定不知道 这个星级的人 不是因为他星级 而是恶级了 所以 这一次随便找个酒店 洛峰的意思很明确了 憋屈了那么几天 那么肯定是要快点来试想 什么酒店重要吗 如果对方是个丑女 就算开个几万美金的酒店 又有什么意思呢 去看风景 如果是个超级大美女 草垛里也是非常安逸的存在 这个道理 没错吧 你个坏蛋 白宁兵也脸红的白眼了 一下落风 哈哈 打扰了 不愧是洛总 原来洛总也有着急的时候 对对对 是我们去摩多 打扰了你们的好事情 你好好弥补回来吧 王燕燃也是笑了起来 王燕燃补充说道 对了 宁兵 明天九点钟 我们可是要集合的 你不要玩太晚了 说这个玩字的时候 王燕燃咬得很重 直接让白宁兵更是羞红脸蛋一片 白宁兵骂了起来 去去去 赶紧回去吧 我肯定会起来的 分开之后 落风让黄黎驾车 去了最近的一个五星级酒店 至于是什么名字 落风一点也不关心 反正只要是五星级以上就好了 白宁兵这个憨憨 其实吃得太饱了 不适合峡谷游戏 但是落风会放弃吗 这一次可是很久才来的机会 所以白宁兵靠在落风怀里 玩起来了老鹰抓小鸡的游戏 不对 白宁兵不是老鹰 是白鹤 等到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过去 老鹰成功抓了小鸡 老鹰需要去清理一下爪子 但是通过这半个小时的时间 刚才宴会上吃多了的白宁兵 现在也消化了吧 所以 还需要问吗 接下来就是职业表演的阶段了 落风想要亲自体会一下 这个长胖了的白宁兵 到底胖了多少 求月票 求推荐 大家手里有月票的都可以发我来一下 谢谢了 跪求大佬们 大家的推荐票 都是每天刷新的 不送白不送 就可以投给作者 谢谢了 跪求大佬们 求月票 求推荐 大家手里有月票的都可以发我来一下 谢谢了 跪求大佬们 大家的推荐票 都是每天刷新的 不送白不送 就可以投给作者 谢谢了 跪求大佬们 第二天早上的七点钟 这个小憨憨居然起来了 并且还用发烧调皮的把洛峰也弄醒来了 于是清早八神的就来了峡谷游戏的双排 并且还是两局 虽然白宁兵没有说什么 但是洛峰知道 这个小憨憨这次 怕是一个星期不吃都不会饿了 洛峰靠在席梦司上 探现白宁兵打开了系统奖励的无后座药管 不对 是无后遗症 眼看着时间来到了八点钟 白宁兵这才慌慌张张地打扮出门 洛峰没有跟过去的意思 他今天有自己的事情 就让小憨憨 自己和沈娜 还有王燕燃去玩 反正洛峰给白宁兵 安排好了诸多安保人员 经过一晚上的时间 忠义堂已经把万事如意水运集团 调查得清清楚楚了 包括万龙以前做的那些肮脏事情 洛峰把万龙做的这些事情 都看了一次 然后把资料发给了李波开 洛峰 你看看 这件事情 交给你处理如何 李波开 没有问题 有这些资料在手 这小子可以错过十个情人节了 不过 好像在里面依旧可以过节 只是单身狗过情人节而已 李波开 风哥 觉得十年如何 不然可以运作一下 让他多过几个单身狗的情人节 洛峰 不用了 该怎么就怎么 我们不用去故意制造 李波开 那行 我就去安排一下吧 洛峰不喜欢给人制造 或者加重罪名 一切都是他做的事情 那么他自己就要来买单 京城 一个改造的院子当中 万龙中于世 查到了白宁兵的一些资料 他眼神里 闪过一抹冷色 随后内心 就开始计划了起来 原来是荆州大学的大学生啊 呵呵了 万龙的内心 可谓是充满了惊喜啊 荆州大学的 那么不就是自己的地盘上吗 完全就是进水楼台啊 那个大佬 也不可能一直都在荆州吧 看得了你一时 看不了你一世 我倒是要看看 那位大佬 到底可以为你做到什么程度 不得不说 万龙的确低估了 洛峰对白宁兵的喜爱 毕竟在万龙看来 如果换了他 才不会对一个草根美女 如此的上心 反正来荆州 就找你过来玩玩 不来的时候 甚至于不会想和你聊天 这就是万龙的价值观 但是他并不会知道 洛峰对于每个女人 都是保护周到 不仅仅付出金钱 更是付出时间 更有精力 而且 白宁兵在洛峰的女朋友当中 可谓是独一档的存在 非常被宠爱 大概就是 白宁兵是洛峰 第一个真心喜欢的女孩子 万龙还在默默计划 等洛峰走了之后 如何对付白宁兵 但是 一对特殊衣服的人 已经进入了他们家的庭院 并且已经封锁 不许动 万龙看到这样的情况 有些猛逼 好好的 怎么有这些人上门来了 是万龙吧 为首的人询问 是的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来我家干什么 万龙询问了起来 我们什么人 你还不知道 我们没有穿便衣吧 卫首的人冷笑了起来 自己做的什么事情 自己还不清楚 现在跟我们走 你的事情 少了十年 出不来了 卫首的人 继续冷冷说道 听到这里 万龙一下子就紧张了起来 恐惧也随之袭来 他一辈子锦衣玉食 如果现在 要让他去那个没有自由 没有人生权利的地方 他真的不如去死 但是 他又没有那个勇气去死 那怎么办呢 反抗 那只是最佳一等 现在的万龙开始回忆起来 到底为什么会 是这个样子 难道是昨天的落风 可是昨天的落风 明明就说过了 这个事情 他已经化干 各位玉博了是吧 稍等一下 我要给我的律师打电话 万龙喊道 卫首的人也不拦着 开口说道 你以前的那些事情 已经被挖出来了 就这样的一堆事情 你请谁来有用呢 除非是罗老师来了 这样的情况下 甚至于落风 都够判一百年了 敲锤子的都送进去 万龙不信邪 他认为 如果律师给力的话 自己依旧是能够逃脱生天的 但是他想太多了 当打电话给律师的时候 对方完全不接这个案子 联系打了好几个电话 依旧是这样的结果 万龙的父亲 此刻也着急地打电话过来了 万龙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样 开口道 老爸 我这边出事情了 有人上门来逮捕我了 我知道 你到底是得罪了什么人物 万龙的老爹 开门见山地询问了起来 他父亲 哪里不知道 儿子做的那些事情 肯定是有人 把这些炸弹 都给挖了出来 这一桩桩一件件地 够他万龙喝一壶了 老爸 我现在怎么办 万龙紧张地说道 对方沉默了片刻后再 只能说到 接受调查吧 记得好好配合 我这边再想办法处理 万龙稍微松了口气 既然他父亲说了想办法 那应该 就没有什么问题了吧 等电话挂了以后 万龙对位手的那个说道 我愿意跟你们走 其实他父亲 也就安慰一下他 万龙还在幻想 他父亲能够保下他 真是不知者无畏啊 如果你没有犯事情 那么或许还有机会 但是实实在在地犯事情了 而且 还是大人物要针对你 你觉得你 还有机会吗 看你表情轻松了许多 你不会真的认为 你的父亲 或者你的什么人 能够帮到你吧 卫手的人冷冷一笑 你还记得当初 被你逼得跳楼的那个女生吧 你们家花了好几百万 让女方的父母颠倒黑白 那个女生到现在 终于是可以沉晕着雪了 人死了 还背负骂名 喜欢你 得不到就自杀 癞蛤蟆吃天鹅肉 喂手的人冷冷看着对方 求月票 求推荐 大家手里有月票的 都可以发我来一下 谢谢了 跪球大佬们 大家的推荐票 都是每天刷新的 不送白不送 就可以投给作者 谢谢了 跪球大佬们 求月票 求推荐 大家手里有月票的 都可以发我来一下 谢谢了 跪球大佬们 大家的推荐票 都是每天刷新的 不送白不送 就可以投给作者 谢谢了 跪球大佬们 谢谢了